哈喽,我是劳零 这个房子认得出来吗? 对,或者是这个 认得出来吗?这个是我们小南瓜 想我了没? 他不说 口口头头也不说 但是我又想他们 行不行,我也不告诉他们 对,我回来了 回到DBDC来了 昨天离开法兰克福 我在那边买了一个三个半月 时间很长 打了一个疫苗去看我的家人 处理一些其他的事 昨天终于坐了10个小时飞机 其实距离没那么远 但是要先飞伊斯坦布尔 然后从伊斯坦布尔再飞到这儿呢 感觉挺累的 昨天半夜才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呢 我到这儿之后呢 我感觉有点不真实 有点 我不知道中文这么说 就是有点surreal 那种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我在那儿 今天我在这儿 也是一种废话 对不对?不是每次坐飞机都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是这样 可能人家去年一直被被困在那儿了 都做了是他的毛啊 对,其实 不是不好 其实很难适应 一会儿吃点格鲁加菜 看看 其实不是没有话题要说 但是比如说恒大 你要我说什么 我不懂经济啊 我不懂那些公司 我不懂那些公司 我真的说 好吧 就是 可能很多人会破产 可能我儿子习近平到最后呢 会 不知道透露很多资金呢 看看能不能就是 对不对 或许吧 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说 滴滴出行 好像他的一个 那个创世人 那个刘什么什么 那个姐姐 他好像准备要下台了 要退休了 说他反正认为滴滴出行 会迟早被政府拿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明要变成一个国有企业 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什么 国有企业这个词啊 是不是有点怪啊 什么叫国有企业 在中国 是不是应该叫党有企业 对不对 就是因为到最后呢 就是说到底 还是党有的 Who am I to talk 我不知道 我不懂这些东西 对不对 什么经济啊 是吧 所以说也少一点评论 我不是还有土不回德国吗 所以说现在打了疫苗呢 处理了一些事呢 在DBC还是要处理一些其他的事 所以说可能不能立马出发 我不知道需不需要一个月啊 或者是什么多长时间呢 在这儿 可才可以回到土耳其 但是 早晚 我还是准处回到土耳其 继续徒步 就先找我的拉拉车 对不对 然后找所有我的东西 其实也是有一点 让我忐忑不安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拉拉车怎么样 我把它放在一个朋友家 我在那边认识的一个人 他说挺好 但是具体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里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 我的睡袋啊 我的帐篷啊 所有那些东西 对 我不知道到时候 我徒步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继续发这些中文视频 就是聊一些那种时针啊 或者我觉得偶尔可以吧 如果有一个什么话题 特别吸引我的话 可以 但是 我不是要好好突破吗 所以我在想 我要不要到时候 就是多发一些旅行 跟旅行有关的一些视频 但是 我也不是那种 就很喜欢 好像是拿着相机啊 拿着手机啊 跟 就是比如说进一个超市啊 在哪自拍啊 我偶尔可以吧 但是还是要比较低调一点吧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 那种网红啊 自拍啊 那种模式 所以说 我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做 对 如果有 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跟我说 我不一定会 会听进去 对不对 我说到底我还是老雷 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他会跟我说 老雷 你必须要说那个话题 那个话题 我想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对不对 有的人会说你不要说这个 我想说我就说 对 好了 现在你们看到了 狗狗拉猫 我们家这个小南瓜 明天后天 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看这个 狗狗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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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猫 狗猫 狗猫